因為昨天有叫陳時中要講清楚 就是黨人裁錄這件事情要他講清楚 那他昨天是說說可能是因為他在這個採購疫苗的事情 上面有一些人申請不合程序 所以被拒絕心懷怨恨 然後他今天早上還說這個事情應該去問薛瑞元 這件事情是薛瑞元說的不是嗎 說他黨前課那表示是有前課囉 那前任部長跟這任的部長都不說前課是誰嗎 還要他去問薛瑞元 薛瑞元什麼時候變成 他是他指定他的經典總幹事去做這件事嗎 如果現任部長說有前課前任部長黨了 那就是前任部長說清楚啊 那不覺得說他們兩個只是在唱雙頭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們講的到底是什麼內容 現在聽起來好像真的有前課 請他們拿出來說清楚啊 如果有人當前課他去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給他拍手鼓掌啊 如文他說民進黨在2014跟2016都禮讓你跟柯文哲 那他說民進黨才是真正推倒藍綠高牆的人 我沒有辦法回應任何人 但是我就說一樣 我拿著台北市民你們是藍的也不是綠的 每一個人都是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們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是自由的 重點在於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 但是你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 所以你認同他這樣講 他說民進黨是就真正會倒藍綠高牆的人 不需要認同或不認同 他有他自己的表達的自由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都互相尊重 不需要去加別人標籤 蔣萬和他的妻子還有支持中 都特別排了很多港胡行程 會不會有一種覺得藍綠特別針對你這邊要來發福 顯然他們調查結果應該港胡他們最弱吧 港胡是我的地方 我在這裡24年我選了六次的議員兩次的立委 加這一次是我第九次的選舉 所以這是我本來就是 我在這個地方生根這麼多年 這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當然最後希望大家能夠把票都能夠投給陳佑誠 我發名片是我選了24年的舉 我都是發名片 因為這是一種尊重 我把選民當成朋友 那文宣他可能會回家就丟掉了 或者面紙他用完就不見了 但是他名片通常會留下來 請問我分享一下 有些人能夠 到全世界 有些人能夠 有些人能夠 有些人可能不見 有些人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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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要不見